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佩宁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来看看 就是说我们在了解到这个指数函数的函数图形特性之后 会有一些这种问题 它是要讨论有几个石根 那我们当时有提到 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要去理解 它其实有可能是要你从图形上面 有没有焦点去看的 比如说第一题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x等于-2的x次拆开来变成 如果这个有石根 就代表它连利有解 就代表它这个两个图形画出来 会有焦点 那x等于 y等于这个-2的x次 2的x在这里 负的2x次在这里 另外一条叫做x等于y 是不是恰有一石根 恰一焦点 恰一焦点 恰有一组解 恰有一石根 所以这一题 一对 再来看2 那按个暂停自己做做看 看啊 好 所以我们来画 y等于2的-x次 y等于x 那也是恰一组解 那也是恰一组解 恰一焦点 所以它也对 那然后我们的第三个 y等于2的绝对值x次分之1 y等于x 那这个老师在讲解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们画在同一个桌标上 当然这样子线会叠在一起的 自己决定 2的x次分之1 它就是这个2的-x次 就这个 结果我又加了绝对值 所以它的图形是长这样的 我们前面做过了 前面做过了 然后结果怎么样 y等于x 那这也是恰一焦点 OK 好 一样按个暂停做做看 y等于2的-x次 然后分之1 那其实这个-x次 然后分之1 就是2的x次 然后y等于-x 所以它是 然后y等于-x是这一条 就是x加y等于0 所以也是恰一焦点 再看第五个 绝对值x和2的绝对值x次 2的绝对值x次长这样 Y等于x是长 就是这条线嘛 对不对 所以绝对值x次的话 会把这条线 就是这个左半扣比右半 会在这里出现一个V字形 可以吗 这是Y等于x吗 那么所以 Y等于绝对值x 左半扣比右半 就会变这样 V字形 啊我们刚才的那个 图 就是这里要留下那个盾尖 2的x次 所以左半扣比右半 就会变这样 那我们之前有特别介绍过 就是这里要留下那个盾尖 不要把它画成平滑的 可以吗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两个图形 如果画在一起的话 会怎么样 会不会交到 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留意一下呢 就是 2的x次 碰到这个节点是 01 所以它不会碰圆点 不要画到太低 因为我们的x等于y 会过圆点 你要是把它画太低 就会碰到 但是它其实应该不会碰到 就是x等于y 那现在x绝对值等于y 就是我也 你这边也是绝对值 我这边也是绝对值 不是吗 所以我们都是 变这样子 所以它是 无焦点的 它是无焦点的 下面这里没有 x平方和2的绝对也值x 那这个如果有印象的话 就是说 2的x次跟x平方 是交两正一负根 那如果画成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四焦点的 我们直接写在这里 四焦点 所以这个也不选 那之前我讲过这个蛮难画的 所以我 如果画的不像 就请多包涵 这样子 会有四个焦点 好 按个暂停 看一下 这几题 像这个问题 问你说 这样子有几十根 那一样 它不是要你去解它 它要你 从图形上来判断 这里有x平方 这里有2的 负绝对值x次 不过你放心 这题没有刚才那么难画 不是刚才那个四焦点的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负号 可以吗 所以 其实我们要画的图形 除了y等于x平方之外 另一个是y等于2的 负绝对值x次 它其实是什么 2绝对值分之 2绝对值x次分之1 所以是讲这样子的 它是 画那个渐变的 如果我今天画2的负x次 那如果我加的绝对值 是左半copy右半 是两条尾巴的这一个 可以吗 y等于2的绝对值 负绝对值x次 有几个 是更 两个 有两焦点 所以这个x平方 1等于2的 负绝对值x次 有两十根 来看第二小题是 很有意思的哦 它说利用第一题 判断这个有几十根 那你看哦 我这一个跟第一题 就是差在这里减1 所以它要做的图形 变成是 x平方减1 那x平方减1的话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就是往下移一单位嘛 那往下移一单位的话 有什么特色吗 为什么要问呢 大家可以按暂停 自己做做看哦 好 好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上面这一个 这一题哦 它这里有两十根呢 而且它这两十根会怎么样 因为你的这个图形 必在 好 就是我们的这个2的 负绝对值x次哦 它的y哦 一定会 大于0小1 对吧 小1 可以等于啊 因为这一点是等于 好 所以说 它的这个图形 一定夹在0跟1之间 那所以你的x值 哎 那个上面这个图形哦 y值如果在0跟1之间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x值一定会怎么样 也在0跟1之间嘛 因为0跟1之间的平方碗 才会在 0跟1之间哦 应该说正负1的哦 0跟负1之间 这是0跟正1之间 那一样的道理哦 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点去讨论哦 因为 y等于2的负绝对值x次呢 这个y值一定在 0跟1之间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现在不是焦点吗 所以你的y值就是我的y值啊 所以这两个 对这两个焦点来说呢 我的x 它的这个平方减1 那一定也夹在 正负0跟1之间 而且你这1其实不放等号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看得出来它没有到1哦 好 那所以说x平方其实一定会在 1到2之间 所以其实这样就可以用来回答它的问题哦 就是说 x要码会在根号2和1之间 要码会在 负1和负根号2之间 对不对 好那 可是因为题目问的是哪两个连续整数 所以我们最后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是答 1到2或 负1到负2 我们写负2 负1到负2都可以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不错 好然后我们来看也有这种问题哦 他说y等于9的x次和y等于2倍 3的x加1次加16 这两个图形焦点的坐标是什么哦 那这一题呢 它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有的时候问你有没有 个时数解 有没有时根 是要你去找图形有没有焦点吗 那他刚好是把这件事情反过来说 就是 他表明面上看起来是在问你 有没有 问你焦点的坐标 他实际上是要你求解 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看过 他是一个熟悉的 可以解的这个 类似一元二次的方程式的问题 如果今天 这个和 这两个有焦点的话 那么 这个方程式就有解 那么 注意这个3抓到前面去 我们就直接写6了 32得6 算是一个3的x次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这个减8加2就是负6 所以9的x次减8 那你会得到 9的x次就会等于8或负2 那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一个问题 那这样x是多少呢 其实哦 就算问你x是多少 你应该要打出来哦 因为交过了 x是多少 我想说有吗有交过吗 有哦 这个高1的时候 你们就有机会学到 LOG的定义 LOGAB就是 A的几次是B 所以 9的几次是8 这个答案就是LOG98 但就是答案了 你也不用去换成小数 他就是LOG98和 诶那这个呢 -2不合 因为9不管几次都不会变-2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 诶不是 x的话 答案是 这个LOG98 那但是他这一题他也没有要 直接要你求x 他要你求的是什么 y坐标 那y坐标呢 其实很简单 就算你x没有求出来 你也会 你应该要写出y坐标 因为y就是9的x次 好了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